就在耶稣光榮转入耶路撒冷城的第二天 他和徒逃到圣殿的地方 当我们走到圣殿的时候 耶稣突然间被激怒 他立刻赶走圣殿里做买卖的人 他有推到半仁钱的桌子 又不让人带走任何的东西 我 当我这个祭司长 见到这个耶稣在我圣殿的所作所为 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要做些事 他实在太隐人注目了 太多人要听他说话了 我 我要他死 是个月 彪徒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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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